这两天 马卫明另辟蹊径 提出一种星球大战风格的超级战舰 核动力 电磁炮 激光武器只是标配 或将颠覆未来海战的模式 全电推进已经成为了未来战舰发展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 充沛动力带来的最显著的优势便是 可以满足高能武器与电磁设备的庞大能源需求 因此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 都致力于发展全能武器和全电推进技术 马卫明另辟其境 提出一种全新的思路 既研发可大量采用新时代武器的核动力航母 那么这一新型核航母相较于常规航母来说 做出了哪些技术上的突破 对未来海战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南天门计划震惊四周 视频中 空天母航 电磁枪 空天战机等装备是层出不穷 让所有人是大开眼界 虽然后来已经被证实 该计划只是中航环球文化传播公司做的航空科幻宇宙IP 但从中不难看出 人类对那些具备星球大战风格的武器充满了向往和好奇 而现在呢 中国正在将一项科幻技术变为现实 他便是马伟明最新提出的全能战舰 该战舰将抛弃传统技术 大量采用轨道炮 线圈炮 激光武器等先进电磁装备 至于核动力自然也就成为了标配 全能战舰概念最早出现于马伟明院士发表在中国电工技术学报上的一篇论文中 香港南海早报报道称 马伟明是中国著名的电磁炮弹射之父 其在论文中明确写道 中国可以另辟蹊径 将海军舰队改造成极具星球大战风格的超级战舰 其可以依靠先进的综合电力系统与核反应堆 为大量电子武器提供充沛能量 进而具备强大的反潜 防空 反导等能力 或者是对路目标发起精准打击 对于该武器 我们也能简单理解为一种 可大量安装电磁武器的核动力航母 电磁武器被视为主导21世纪战争的新型武器 如大家熟知的电磁轨道炮 电磁线圈炮 激光武器 高功力微波武器等 自从中国致力于发展电磁技术之后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传出新消息 今年4月 中国电磁驱动发射系统面世 其有别于传统爆炸方式 可以运用电磁场中的洛轮磁力推动弹丸高速出膛 9月 港媒再次爆出中国海军进行电磁线圈炮武器试验 其弹丸速度几乎达到超音速 因此 在马伟明院士看来 全能战舰将有能力靠电磁炮 以7倍音速打击临近空间目标 全能战舰之所以受到关注 不仅是因为核动力和电磁武器 还有其背后涵盖的全新舰艇发展理念 以及对苏联航空巡洋舰 概念的现代演绎 二战之后 航母开始普遍采用蒸汽弹射器与较长的起降跑道 苏联为更好的应对美国 不断加快弹道导弹潜艇与巡洋舰发展 但随着实力不断提升 苏联海军面临着更大的远洋防空需求 所以 苏联将目光看向了可搭载固定翼舰载机的大型舰艇 就这样 航空巡洋舰基辅级及库茨涅佐夫号应运而生 只不过 既要舰载机又要舰载武器的下场 只会是两头不讨好 所以 这类舰艇因为安装过多武器 而导致甲板与机库空间过小 舰载机数量受限 所以外界普遍认为 此类舰艇是一款很失败的设计 《亚洲时报》认为 中国虽然延续了苏式巡洋舰的特点 但技术更加先进 完全有能力避开苏联海军当时遇到的困难 在安装电子武器的同时 还可以拥有较大弓舰载机起降的空间 也就是说 马伟明院士提出的全能战舰将在技术上获得重大突破 极大程度压缩电子武器体积 从而加大舰载机空间 这样一来 安装电子武器的核动力航母将拥有双重保险 战力达到空前强大 更重要的是 电子武器的上舰还能够打破传统航母限制 不用再过度依赖舰载机连队 可以用先进舰载武器对水面 水下 空中目标进行打击 只是 这样的表现也引起部分人担忧 其认为大量电子武器上舰之后呢 会使得舰载机地位急剧下降 而三大技术领先美国 电子技术只是机操 当然 以上系列战力方面的猜测有一个大前提 那就是中国先攻克电子技术 毕竟只有在该领域获得创新性突破 才能有可能将这一科幻设想变成现实 对于这一点 大家不用太担忧 不管是综合电力系统还是电磁技术 中国都在稳步前进并积累了很多技术基础 其中有三大技术 中国将做到领先 首先是综合电力系统技术 在该领域 中国说是独步天下也不为过 尽管美英才是最先实现突破的国家 但不管是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还是福特级航母 其综合电力系统都存在明显的体积大 效率低 供电连续性差 不稳定的技术缺陷 中国最新一艘航母福建舰 采用的是不同于以上两者的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 这种系统在技术先进程度和稳定性上将略胜一筹 所以 这便是为何福建舰综合电力系统领先美国福特号的一大原因了 其次是电磁武器研制技术 亚洲时报曾报道称 比起美国研发电磁轨道炮时的磕磕半磕和半途而废 中国方面一直在进步 期间遇到的炮管设计 使用寿命 功率脉冲 材料等难题 中国科研人员已经陆续攻克 甚至还提出了创新方案 即在导轨上涂抹液态金属 以减少电磁炮射击磨损 整体而言 中国已经在该领域做到了全球领先 最后是核堆小型化技术 据悉 全程战舰排水量并不会太大 这就意味着中国必将核反应堆缩小到一定体积 也就是所谓的核堆小型化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 美国都是唯一具备成熟核堆小型化技术的国家 随着中国玲珑一号民用版小型化核反应堆的亮相 外界才突然发现 原来中国也打破了这一技术限制 而且美国突破这一技术 近乎耗费30年才成功 而中国的突破速度远远要领先美国 可想而知 等全程战舰真的成功造出来以后 中国在核堆小型化技术上也将实现弯道超车了 事实上呢 除了核动力和电子武器技术外 全程战舰还拥有很多优势 大家都知道 常规航母有一个最大的弊端 那就是携通指挥能力不足 一旦无人机 无人艇发起风群战术 航母将会疲于应对 可全程战舰不同 电磁装备一来能密集发射 二来发射速度快 威力大 所以可以更好地应对风群战术 而且 这种全能战舰还可以结合太赫磁技术 卫星图像技术 合成孔径雷达等技术 提升自身反潜 反导 防空等能力 比如说部署在热点区域 近最大可能探测水下战略核潜艇 让其无所遁形 这对于美国为其盟友提供的核保护伞而言 将是巨大挑战 由此可见 一艘超级战舰的战斗力 堪比一支航母编队 可同时执行多种形式的海上任务 不过现在不同了 不管是在电磁技术上的显著突破 还是在核堆小型化上的大胆尝试 这些都将为该舰未来面世铺平道路 况且为了尽可能攻克其中射击的核心技术 中国还开发了可用于电磁发射系统的制导控制模块 脉冲能力存储模块 与此同时呢 中国也是全球唯一一个 进行过大型轨道电磁炮发射试验的国家 旁边的电磁炮发射系统 所以我们下轨道的电磁炮 好有终到电磁炮 好有什么